明星传得多,但真的也是非常辛苦啊,今天看到唐嫣的机场照,也是吓了一跳,都数成人干了快,唐嫣本身身高就很高,有170以上,这样的身高稍微瘦,一点就已经是身材人臭了。 但是看唐嫣今天的机场照,这腿简直有点像小学生的腿一样,瘦到一点肉都没有了,感觉就算是瘦,也要匀称的瘦才好看吧。 但是唐嫣的大腿,真的近距离都看不到一点肉,感觉他的大腿和小腿都差不多粗细的,这样看,连膝盖上的每根骨头,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 昨天唐嫣还出席的新电影的录影活动,前一套衣服还是好看的,但是这套白色的连衣裙,就真的让人看不懂了。 他人真的是太瘦了,穿这种紧身连衣裙,真心是一点美感都没有。 上半身看着像是骷髅一样,肩膀都架起来了,而且也不得不吐槽唐嫣行伤,确实有点太低了。 昨天的活动唐嫣和杜鹃同台,对方是气质高冷的超模,唐嫣有危机感把自己打扮得更美是很正常的,但总感觉他用力过猛了。 这里唐嫣本来就很高,还要穿这么高的高跟鞋,比身边的梁朝伟高了一个头,看着和吴一般都差不多高了。 再看看身边的杜鹃,身上穿的是黑色礼服裙,脚上却只穿了一双白色平底运动鞋。 难道杜鹃不知道平底鞋和自己的礼服裙不呆吗?难道他不知道这样穿,和打扮得美美的,比他白得多还更高个瘦的唐嫣站在一起会被咽压吗? 但人,加杜鹃酒事情上高了,你看他穿了平底鞋,在梁朝伟身边,也就高了一点点。 但是唐嫣呢?感觉梁朝伟和他说话,估计,都得昂着头去看了,梁朝伟要是不抬头,估计只是看到他胸口脖子的位置。 所以说啊,青少真的是个好东西,就算唐嫣没注意到这个,他的团队也应该注意到啊,而不是像这样,非要把杜鹃咽压比下去,法男忽略了别的。 而且唐嫣这身衣服,也就一般般啊,显得自己瘦过头,白色系上连衣裙配黑色环靴的搭配也奇怪的要命。 而且看着两个环关节都外搬了,露言唐嫣单人的时候,这他配就很好看啊,青春活力平底鞋也很好看啊,看昨天的照片,就连无意乏都穿了一双,一点跟都没有的皮鞋。 要知道有些男士皮鞋底下也是有个几厘米的跟当,就像梁朝北自己穿的那双一样,而杜鹃虽然同胖肤色比唐嫣黑一点,小腿比唐嫣粗一点,看着是被唐嫣也压了。 但是看杜鹃唐嫣和梁朝北的合影,只能说情商触高属低,一目了然了,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意义联系后台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